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分须 炎热的夏天使身体过度的消耗 即使没有生病 人也会变得比较虚弱 这时候秋天养生就变得格外重要了 那么秋天要如何养生呢 吃补品吗 其实不是要懂得秋天的养生之道 才能事半功倍哦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维康中医诊所的院长 黄志远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谈谈这个意识 黄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黄医师在秋天通常是很开心的季节 因为秋高气爽 就不那么热 那么在这个时候 要怎么样去把握秋天的养生原则呢 我想养生的原则和治病的道理是相通的 是 那我们治病的时候呢 中医说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 食者虚之 虚者食之 我们说白话一点 寒症用热药 热症要用寒药 壮食的病就泻 虚寒的病就补 是 那重点就在于阴跟阳的平衡 我想养生的道理也是如此 是 所以我们的养生 得先知道秋天天气的特色 第一个是干燥 第二个是温差大 第三个呢 夜落之秋 秋下一心愁 所以呢 基于平衡的原则 干燥就要养肺润燥 温差大 我们要补正防风 秋下一心愁 所以呢 我们要开心解育 那养肺润燥 为什么要润燥呢 你说因为气候比较干 所以我们要润它 没有错 基本上是如此 我想 夏天的闷热潮湿 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很喜欢 是 尤其是整天一天呆呆呆呆 稍微冬一下 就流汗 这个真的是很闷热 那好不容易等到秋天的 秋高气爽 天凉好个秋啊 但是呢 就像太极的阴跟阳 它是相对的 有一个好就没两好 那这个 我们秋天呢 属于筋与肺相通 是 那秋灶呢 特别容易伤肺气 中医又说 肺主皮毛 开窍于鼻与大肠相表里 所以当秋灶伤肺的时候呢 就容易产生皮肤干燥 咽氧咳嗽 便秘等等的问题 所以这些是相应出来的 一个秋天 会容易出现的疾病了 是的 那所以如果是照这样的 那我们要养肺 就可以化解这些部分的疾病吗 重点我想要润灶 要润灶 对要润灶 那一般人对于灶跟火呢 常常会搞得很 迷糊 对 它到底是火气大 还是太灶了 火气大表现上 比较容易明显 对不对 没有错 我打个比方来说了 我们现在锅子里头 有一个水 那发现锅子里头的水 太烫了 那请问丹尼 它是灶还是火 应该火吧 因为太烧啊 太烧 但是其实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 如果锅子下面的火太大了 把火关小一点 水太烫 没有错 那这个就是火大 那火大把火关小一点 就是去火嘛 那如果呢 是锅子里头的水太少了 造成的烫 加水啊 造 没错 丹尼就是聪明会 所以加水就是可以润灶了 对 我们既然是润的话就要水嘛 所以你刚刚讲的加水很好 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说 一个是外在的保湿 一个是内在的滋阴 像保湿说面膜啊 乳液啊等等 这女人的美妆白宝箱里头 一定很多 是 内在滋阴的部分呢 我想日常生活有一些饮食 我们可以多吃一点 例如 比如说 百合 白木 水梨 山药 莲藕啊 核桃 豆浆 胡麻 蜂蜜 莲子等等 都很合适 所以我们来润了灶 之后我们的肺可能就会比较养得好 但是你还有说啊 就是第二个原则是 补震防风 没有错 所以这个症是指什么 症气 我们每个人的那个症气就对 是 中医说 邪不顺症 对不对 没错 症气旺则邪不能干 我想这句话大家都有听过 是 那意思是说当我们的抵抗力 就算有外在的病邪来侵犯 我们也能够传过水无痕 大病化 小小病化 这就是台语讲的 手头拿起来 不怕手臂就做红胎 是 是不是 那所以就补震的部分 我们除了正常的作息 正确的饮食 还有适当的运动以外 一手大学的蔡清川教授 他有个润肺补气方 特别的一个方子就对 对 我可以提出来让大家做个参考 好啊 它的处方是取等分量的麦门冬 黄芪 枸杞 菊花 红枣 再加上十分之一的山猪鱼 五味子 这个处方呢 可以补完起又补起更 为什么这每一个人都适合吃的吗 基本上是 因为这个处方它不会太燥 也不会太凉 所以一般人都可以服用的 是 那所以我们知道了补震 那防风呢 防风这个风就是 我们可以讲温差 古人把一年分成二十四个节气 每半个月就是一个节气 那秋天是八月到十月 但是在台湾 历秋除暑都还是很热 还蛮热的 对 真正要觉得有些凉夜 大概要等到白露了 是因为夜晚的温度比较凉 然后呢 这个水气会节省露珠 所以我们称为白露 那渡目的诗里头就有添接夜色凉乳水 坐看千牛之女星的句子 这个我们感受到夜色凉乳水的诗情话意识 大概就是秋天到了 是 就像白天是秋老虎 晚上是凉乳水 对 早晚的温差这么大 是很容易有气喘 或者是鼻子过敏的一些症状出现 被诱发这些病就对 对 2013年的时候 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 它有一个研究指出 在低温 就是天气比较暖 低湿 就是比较干燥的环境之中 病毒的数量是会变多了 它会比较活跃 所以秋天比较容易 没错 所以感冒的人也会跟着变多 那你看 在台湾九月的时候 学校开学了 学童之间的接触传染也变多了 所以呼吸道的疾病 不可不预防 这个就是防风 如果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也很多人是在北美 所以那个时间 对他们来说更是要注意 没错 所以早晚呢 就是温差大的时候 要注意保暖 那这个 如果我们在一个 比较密闭的空间 就应该要打开窗户 让空气流通 让空气流通 是不要闭门流寇 让病毒有可乘之机 理解 那第三个原则是开心解育 那既然心情很好 因为天气很好的时候 为什么还会郁闷 秋天的时候 是很容易让人猝井生情的 像李白有一首诗 它叫《秋风词》 它说 《秋风情》 《秋月明》 《落叶举欢山》 《寒雅七复经》 《相亲相见之何日》 《此时此夜难为情》 然后就长相思啊 短相思的 这就很无聊啊 触景生情啊 这很无聊啊 你要知道诗人就是多愁善感嘛 是 没错 那你看 像这个苏东坡 他有个水调歌头 是 这个中秋时 他望着天上的一轮明月 然后想着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啊 是 然后就感慨着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功产卷 这些都是触景生情 所以还好我们都不是诗人 所以每天都很开心 没有啦 开玩笑 但是会有影响的 那 但西方医学的研究 是认为说秋天的时候 会让人有一些淡淡的酬绪 是因为日照的时间 它渐渐缩短 缩短 会让我们血液当中的 这个调节情绪的荷蒙 像正肾上腺素 血清素 退黑激素 它的分泌的量 减少了活性降低 所以会影响人的情绪 季节性的忧郁症 是 就会有失眠 难怪在那个英国 在北欧国家 他们就忧郁症 在冬天特别严重 没错 所以像失眠 多眠 异性阑珊 情绪低落 不想吃 或者暴饮暴食 那就中医来讲 中医认为 肝心脾肺肾五脏 它分别对应着五种情绪 怒 喜 嘶 忧 孔 所以 在秋天的时候 因为它属金 通鱼肺 秋天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现 让人有悲忧的一个情绪 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秋天的时候 要特别关注我们的家人 就是在情绪上 尤其是老人家 他可能平常就比较 多愁善感 或是比较会操心的这些 妈妈们或爸爸们 就要特别关心他们的情绪 有没有再更因为秋天而更忧郁了 我们得多留意 是是是 对 多关心家人的状况 所以我们秋天养生原则 其实也蛮容易 就三大原则 所以说起来容易 其实要做也不太容易 但是有一点很容易 就如果呢 吃东西可以改善一下 对人是最方便 最easy的 因为每天你都要吃东西 没错 可能透过什么样的食物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 达到养肺润躁 或者是开心解育 医师今天有没有要介绍 什么样的食物给大家 OK 我们说秋躁伤肺 是 白色又能够入肺 所以白色又能够润肺的食物 我想是最好的选择 那我介绍五种食物 百合 白木耳 山药 水梨和莲藕 那中药的方剂里头呢 就有一个百合固境汤 它能够治疗肺虚酒壳 有一个百合地皇汤 它能够治疗 这个预食不能食 预卧不能卧 就是睡觉 预行不能行 懒得外出 的一个百合病 那丹妮知道这个百合病 是现在的什么病吗 感觉很像那个 就精神上的疾病 因为要睡不能睡 要走不能走 就是忧郁症嘛 忧郁症的患者常常就会这样 他不敢出门 对 不想出门 懒得跟朋友交往 然后呢 想睡的时候也不能睡 想吃的时候也不能吃 所以百合地皇汤 它可以治疗这个百合病的 百合病 是 那第二个呢 就是白木耳 白木耳 白木耳又叫银耳 它有润肺滋阴养味生金的一个功效 所以我一定要问一下 它到底要煮到很烂还是要脆啊 基本上煮烂一点 吃起来比较像燕窝嘛 所以我当然是煮烂一点 但是功效是一样的是吗 功效是一样的 我想没有差 是 那百合呢 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胶质 而且呢 这个有多种的维生素跟氨基酸 是 所以呢 这个《红楼梦》里头有提到 林黛玉呢 吃燕窝 那我们没有钱吃燕窝 我们就吃白木耳 我想口袋没负担 皮乎又水汤汤 很赞 也蛮好的 而且它这个还蛮普遍 很多人现在都会吃那个银耳莲子汤 没有错 没有错 我个人就很喜欢吃莲子 是 那第三个呢 是山药 那山药呢 它的腥味肝瓶 可以入皮肺肾三经 中医的方济学里头 就有一个六位帝皇碗 它是瓶补肝肾的地方 里头就有山药 山药呢 久伏 可以清生延年 可以耳聪慕明 让身体很轻 所以它以前就有神仙之食的美玉 是 那以中医的看法来说 它到底要吃生的还是吃熟的 生的凉拌 好吃 熟的 比如说这个我们下去煮山药排骨当 也很好吃 所以在中医来看 吃生吃熟都有它的作用 都有它的作用 没有错 OK 所以都可以的 没有问题 那第四个就是水梨 那水梨 非常好的水果 对 那有些人说 汁多 又甜 没错 有些人说 它会不会太寒了 为什么会太寒 这不是秋天的食物吗 是 它其实是 微寒 那我想 凡事都是 适量 过犹不及 是 所以适量很重要 那水梨呢 它的腥味是 甘微酸寒 它可以润肺 良心 降火 还有85%的水分 基本上是鲜嫩 多汁 酸甜 适口 所以它被称为天然的矿泉水 自古以来 它就被称为白果之中 要润肺 我觉得水梨是一个很好的水果 但是刚刚讲的要适量 可是水梨不是一般中医都会把它 里面就放一些百合 一些什么 然后就顿一顿吃 它才会润肺吧 还是生的也会有润肺效果 其实都可以 你刚刚讲加百合 或者加蜂蜜 其实它都有润肺的作用 加成的作用 那我们平常当水果 我想不用那么麻烦 皮削一削就可以吃了 是是是 林姐 那第五个是莲藕 民间有和莲一身宝 秋藕醉补人的说法 那荷花就是莲花 就是芙蓉 上下一身都是宝 像荷叶 莲子 莲蓬 还有莲藕 秋天的时候呢 是新鲜莲藕上市的时候 那我们如果把它导成 打成鲜藕汁 鲜藕汁 生的鲜藕汁 还是要加上一点蜂蜜 它的味道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感觉会色色的 会色色的 然后呢 或者是凉拌 或者是煮汤 都是很爽口的食物 因为它有收缩血管 凉血止血的功效 以前的张布陶老师 就很推荐用莲藕来养生 对 那我也把这道食物 推荐给大家 所以人家有说 一定要吃这个莲结 对不对 这个是藕结 藕结 藕结的功效 当然要比莲藕本身要强一些 那我们如果把莲藕买回来 上面可能会有些泥土 那还有一些褐色的皮 就刷一刷就好了 拿那个菜瓜布把它刷洗干净 这样来吃呢 我想会更健康一点 对 那我们为什么不吃莲子 莲子也是在秋天的食物吗 莲子的话也是算秋天的食物 对 就是荷花凋谢了以后 然后莲子我们就可以采收 所以夏天是看荷叶 看荷花 那到了秋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吃莲子 然后吃莲藕 所以莲子也行 因为反正它也白的 它也是白色的 没有错 但是我刚刚讲 因为是皂 皂的时候有时候让血管 比较脆弱一点 那吃莲藕呢 它可以凉血止血 收缩血管 所以我觉得 我就是推荐它 它可能也比较像血管一样 就一个一个动一个动 然后它也蛮通透的 所以可能有那种 以形补形会不会 是 三分形象 七分想象 我觉得你的想象力很好 那接下来呢 医师要帮我们推荐 秋天养生适合的药膳 今天黄医师要为各位观众朋友 介绍的呢 是适合秋天养生的 百合莲子红豆粥 医师那成分有哪些呢 OK 百合莲子红豆粥 我们的成分呢 就是有新鲜的莲子 新鲜的百合 是 红豆 然后原糯米 还有冰糖 为什么要用原糯米 原糯米它的质地呢 比较软黏 那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那第二个是 原糯米它比较容易熟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原糯米 这还有这个差别 是 是 那莲子跟这个百合 因为我们今天是用新鲜的嘛 是 是 那如果用干的那种中药材可以吗 其实也无妨 都可以 那百合我们刚刚讲过了 它是百合花的铃金嘛 是 是买回来把它剥开 就是剥这个嘛 对 对对对的 把它剥下来 然后把地去掉 你说这个后面这个吗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把这个地去掉 然后呢 新鲜的莲子呢 一般我们去市场买回来以后 要放在这个冷冻库呢 保存 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就可以了 百合跟莲子呢 都很容易熟 所以煮的时间不要太紧 是 是 那新鲜的莲子我想里头都有个绿色的心 一定记得要去掉 很苦 那叫苦心莲 是 是 所以以前很多的电视剧呢 都用苦心莲来形容一些遭遇很悲惨的女子 所以把莲心要去掉 因为它太苦了 那再来呢 红豆呢 要用冷水先浸泡个几个小时以后呢 再放入电锅里头 大概蒸两个小时来备用 原糯米的部分呢 我们用冷水浸泡大概两个小时 然后把它沥干放着 最后呢 就取一个比较深的锅 加入12杯的水 用大火煮开以后呢 再转成小火 把原糯米加进去 煮40分钟 再加入莲子 红豆 再煮个10分钟 基本上呢 就差不多了 最后再加上百合 这样就是一道百合莲子粥 它呢不但好吃 而且呢又可以调整情绪 这是一道很好的粥品 那请医师来试吃一下 这看起来就很好吃 而且这个糯米都已经煮得很辣 对 有红色真的是不一样 好香哦 有那个糯米跟那个莲子的香气 真的是好吃 我觉得还蛮好 但是如果想要吃甜一点的可以吗 在秋天 因为这有一点不那么甜 冰糖的量也许可以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点 是OK的吗 可以 但是就健康的角度来看 其实不建议人家吃太甜 对 热量很高 营养很少 所以如果说 热量很高 营养很少 真味本是蛋 蛋味方能长 不是 可是冰糖不是也是对皮很好的吗 也是好 但是量不要太多 是是是 但每个人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舌头上的味蕾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 如果你觉得真的不够甜 那么再多加上一点糖 我想也无法 也OK嘛 是 那接下来医师要帮我们介绍另外一道 茶饮 玫瑰 商胜 桂圆 枸杞 茶 是 我们今天来介绍这道玫瑰枸杞圣圆茶 那玫瑰可以行气解育 枸杞可以牛木 桑圣的部分它能够滋阴养血 生金润肠 那桂圆的部分它可以养心安神 所以这道茶饮基本上它能够生金止渴 满足舌头 也能够行气解育 顾好心头 是 所以这个也是适合所有的人来饮用吗 没有错 没有错 那因为刚刚讲到了 就是秋天的部分嘛 第一个可能是灶 灶 第二个呢 它会有益的情况 对 所以如果它能够润 又能够解育 那我想是最好的一个茶饮 所以秋天我就介绍这道茶饮 是 我都不知道原来玫瑰可以解育 是 玫瑰可以解育 有很多人把玫瑰做成精油嘛 对 它的确是有行气解育的功效 是 所以就是这四位 所以我们其实都是用干材 对 对 在选购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要特别注意 选购的时候我想第一个 如果能够是有机的当然最好了 避免有一些农药的残余 是 好 那尤其是玫瑰 玫瑰因为在栽种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需要比较大量的农药 那所以如果能够有机的 对健康是最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在煮之前 把它用水过一下 可以 可以 可以先过一下 可以先过一下 对 至少可以去掉一些杂质 或者是残余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煮起来其实它的色泽就是蛮浓的 很像茶的颜色 对 很像茶的 这应该是比较桂圆的颜色吧 这个茶汤的颜色当然也包括枸杞 还有这个桑胜籽 是 那我们可以喝喝看 好啊 我觉得蛮好喝的 是 有一点点酸甜的味道 但是也有香气耶 玫瑰花的香气 对 玫瑰 那不我觉得香香的 对 玫瑰花的香气其实还蛮好闻的 这样喝起来心情就很快乐了 对 对 其实我不知道男生我不知道 女生可能闻到这种花香 就会觉得心情好像比较好一点点 女生喜欢喝花茶 男生喜欢喝乌龙茶 是 乌龙也有香气啊 但是那个花的香气对女孩子来讲 我想总是有一种浪漫的感觉 所以秋天呢 这个除了浪漫也要心情好 所以我们就用玫瑰 对 那在节目的最后 医师还有没有要提醒观众朋友 在秋天的时候养生 还是平常生活要注意什么呢 是 那我想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是 秋天 秋高气爽 它的确是让人会觉得 心旷神怡的一个季节 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养生 能够养肺润燥 补正防风 并且开心解育 那么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心情 就能够好好的享受 秋天天良好个秋的一个季节 是 我想听医师这样讲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一个身体的平衡 对 如果我们的身体阴阳协调 其实外来的不管是风邪 或是天良好个秋落叶 让你心情郁闷 可能都会淡化它了 是 我们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就不会有秋风秋雨仇煞人的卑忧 就只有日丽风和风夜红的欢愉 所以心情愉快很重要 身体健康最重要 是 今天非常谢谢黄医师 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您 谢谢 也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